大家好,欢迎来到尔湾 上周我们帮客人看了尔湾 从一百七十多万到六百万的在说房屋 一共看了五套房 其中有一套房子可以说是毫无瑕疵 非常想要介绍给大家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百七 这个是私房三整位的 它的桌子在一楼 波文里帕口 在这个区域的 它的问题就是地势比较高 新加坡还可以 主卧很多房子的主卧都在一楼 第一套房子开价一百六十九万九千八百 四房三位 室内面积两千七百七十六平方英尺 占地面积四千七百七十八平方英尺 建于2013年 最高峰时估价一百八十万 现在价格有些许回落 这个房子的主卧在一楼 房子无矿还可以 这无矿能打个八九十分吧 其实很多人可以喜欢这个 很多人喜欢 我刚刚你喜欢的只有百分之三四十好不好 这个房子二楼是一厅两个厚室 这房子的屋框 你看它二楼用的虾腿 它一楼没有虾腿 这房子问题是哪个地方 你知道吗 你这是一楼主卧喜欢的人少 那个不是主要问题 你看了你去感受这个房子的问题 我感觉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上下不斜 就是下面特别大 对 你看你是不是跟着我学的 它上下不协调 就是平衡太差了 这这个房子最大的一个问题 这屋框啊格局啊都还麻麻糊糊吧 它到淡季就是卖起来相对 但目前它这个区域的相对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房子 就协调度不够 它这个社区普遍险在这个问题 走吧 现在来到第二套房子 开价179万9千 四房四位 室内面积2147平方英尺 有一个小院大概3000平方英尺 建于2013年 这个房子的格局没有任何问题 之前我们也帮助客人买过同样户型的房子 它是四房四整位的一个独立的康德 这房子光线有一点点暗 这房子格局没问题 它是四房四整位的每个房间都在独立卫生间 这算小了 你看它不但没有降价 还把价格往高了抬高了 而且市面上的供应看了 还就是这个格局 就是受欢迎是吧 就是说你比较而言这没有好的供应面 它那个价格你要找到更好的供应面并不多 你看它那个价格走势 你看来来来 你可以给一个锁写镜头 你看这个价格走势 不但没跌开价 反而上涨了 你看到吗 真的 这房子能不能这个价格成交 也代表着市场的一个风向 我们可以持续观察 这个房子7月最高峰时 估价160万 现在开价不降反升 反而涨到了180万 刚才那个117你选哪个 比较的话 刚才那个地水高很多 那个1.7的地水 这个只有1.34 这房子的功能性更好 里面居住的功能性 它那个小区 这个小区要好一点 是东哥铁 现在来到第三套房子 开价250万 这套房子就是我们当天看了 觉得毫无瑕疵 一定要推荐给大家的好房子 四房4.5位 室内面积3408平方英尺 占地面积3960平方英尺 建于2016年 当时就是样板房 最高峰时估价260万 现在的供应面是很狭窄的 我们今天看的房子都是刚刚上来的 而且市面上一百多两百万 两百万左右的 再说的相对比较优质的房源 四房五位这个房子是 这个房子原来是样板屋吗 这个房子原来是样板屋吗 是样板屋 它这个格局没有一点问题 每个房间都在独立卫生间 这个房子没有问题 这是价格 朝现也可以 周篮朝白的 这格局是很长小段 这格局 这房子很方正 嗯 只要找不出来毛病 嗯 这房子很好啊 格局 屋况 基本上找不出来毛病 能够挑毛病的就是价格 但是价格事实上来简念了 对不对 有人 你事实上没有供应面 有人需要 它就出手了 对不对 空间感 反正基本上挑不出来毛病 你能挑挑毛病吗 挑不出来 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它布置的也不错 这个房子你挑不出来毛病呢 就是我们看房子 就说一再强的个关就是找毛病 如果这个房子找不出来毛病 那就是好房子 而且我看了一下 它的最高的时候 估价是缺270的好像 现在是250 现在250万 最高缺260 嗯 现在开价250 所以说 它现在估价是235 能不能卖到250 这个东西 市场的检验 来决定 对不对 刚刚那个 那两个 你比就比出来了 我说的 我们不怕不受 就怕好比好 这房子四房四位 比那个要 刚刚那个180 要大一个200多次 第四套房子 开价175万 四房四位 室内面积2380平方英尺 院子面积3626平方英尺 它没拆到 这个房子和那个房子的格局一样 哦 发现了吗 嗯 和刚才180的那个 是东哥的那个 格局是一模一样的 四房四整位 但这个院子大 这个院子大 它前面又没拆到了 哦 对对对 因为在外面 它外面是路了 你看超硬的 这个院子啊 不然是属于稀缺产品 哦 这个院子比较大 它有一个缺点 靠近那个 一个竹竿的 这边是竹竿的 但是它的超硬还可结设 这两个房子 就和那个 刚刚以为 把那个是东哥的比较 嗯 哪一个传 是不是 这个就 这个房子屋框要好一点 你发现了吗 嗯 比刚才那个屋框要好一点 这种格局是挺好的 你发现了 这种格局的光线 都有一点 不是这么好 是什么原因呢 应该是夹的 不知道 这个你发现吧 这个光线都有 都有这种问题 这个没拆到啊 所以你想一下 两个房子 你选哪一个啊 你看啊 如果是我的话 我可能选对一个 你不觉得 你不觉得拆到不重要啊 你停车的时候 你就能感受得到了 你相当于 你能多两个地方停车啊 看这个格局一模一样的 这个房子多个这个东西 这个地方多一个 这房子扣分扣哪儿呢 主要扣到主干道啊 我觉得 拆到它是刚等 你无法去扣到的分 它本身就是刚等 我那个不是独立 我没拆到很正常啊 这房子扣分 主干道 一个主干道 二个光线 这个房子扣分就扣到一楼的一个光线 还有一个宁静主干道 扣个十五分吧 房子还是可以的 在功能性格局都还可以 就光线和靠近主干道两个问题 最后带大家看一套 二湾的豪宅 开价598万 五房5.5位 室内面积5282平方英尺 占地面积7912平方英尺 在这边的房子里面积630平方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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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根据没问题 一路一看就知道 我记得 他可能说100元才来看 300多万 对 对 这个房子室内格局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房子风景也非常不错 从格局到装修都很符合豪宅的定位 但问题就是 房子的车道并不止通向自己一家 隔壁还有另一家 私密性就稍微弱一些 600万的房子 其实应该要做到独门独户了 这房子的亮点就得紧 格局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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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就是价格 还有景的那边 修两家房子 不知道大家觉得今天这几个房子怎么样呢 它们多久能卖出去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希望我们今天的视频 能为您投资买房做一个参考 如果你也需要房屋买卖 出租管理 房租担保服务 可以在描述栏找到我们的联系方式 加入我们 让您的美国房产投资一路平安